之前有人问 老师你不怕被业障吗 你传这么多大法 带这么多弟子 你不怕被业障吗 这就是他在问的一个问题 如果你敢敢自己去接这个活 去帮人家 一定会出问题 所以在道家里面 他有的师父传弟子的时候 他让弟子领四个字 孤寡贫寒 这四个字 就是你到晚年 你老伴儿对象会死掉的 就孤寡老人 孤寡 那你这辈子一定不会富贵的 为什么不会富贵 人家有的财务出问题 然后来找你这个师父调一调 结果你就给人调了 挺好使的 人家回去就发财了 实际上你拿了人家一个小红包 你把谁的福报给他了 你把自己的福报给他了 这就是没有明师指导的人误会的地方 所以他最后越帮人越穷 人家到这都富了 他自己到最后是穷得一塌糊涂 然后人生不顺利 为什么 他帮助别人顺利的时候 把自己的顺利借给别人了 把人家的不顺利买回来了 拿了钱财替人消灾 买来越多的不顺利 最后导致自己生病 然后家庭破裂 然后等等的这些事情就发生了 所以在社会上 特别在道教中 很多人不愿意当师父 为什么 都看到了 没一个好下场的 给人调风水的 最后不是腿瘸 就是中风死 就是什么一堆子事 你给人帮人解这些困难 最后困难都跑到自己身上了 这是什么问题 这是因为你没进行法脉连线 你自己太牛了 以自己的力量去做了事情 所以是法脉连线连上去 有什么好处呢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寻找 有肉身的传承人 有肉身的传承人 他有师父 他师父还有师父 他师父的师父 一只望上连 一只望上连 道家的 你要连到太上老君那个地方 是真的 太上老君 不是假的 是有人一个狐狸精 冒充自己是太上老君 那在历史上 像我的师父 我们道家的师父要传承 我的上师空敬上人 那熊春景教授 熊春景教授呢 他有全真道的师父 有正义派的师父 还有太上法脉 陈本真 我的师爷的传承 那陈本真上师 往上一致连连连 连到太上法脉的 我们叫混合本空同 这个一辈辈往上推 最后一致到老子清传 下来的法脉体系 那你找到这样的传承人以后 你把你现在的这个肉身师父 一恭敬起来 一头顶上一顶 实际上他这条线 顺着中脉线 往上一连 连到哪去了 连到太上老君去了 太上老君一气化三清 下面就是三清圣祖 在下面是南宗 南北两宗 包括八仙的师父 包括全真 妻子都在里面了 所有的成道的这些师父 都在这个脉线上面了 都在你这个电源线的连接上面了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脉线一连接以后 你这边做事情谁在做 法界做 所以说你们经常看我一抬手送上去了 交包袱吧 谁愿意自己背包袱啊 说师父又来活了 你接吧 同意送 然后又来活了 你接吧 同意送 没智慧的还在自己装 你看我多能耐 你看我现在是主法师 然后你不找倒霉吗 你自己狂吗 你磨吗 这就是磨性的张扬吗 你有什么了不起 所以是不对的 你这个像我们是没有的 这个你在做 做不是我做 你要空性吗 要空性 你不空性就有一个我 有一个我你要瘦啊 你要瘦 你哪瘦得了呢 你不要说你背十个人的业力了 两个人的业力你也不能背 你自己的都够你呛的了 你都没有成佛了 你还背那么多人的业力 那当然上交更快嘛